今晚的娛樂CSI又要帶大家回去TVB 大家都知道TVB有很多高層都有人事變動 好像六嬸和六叔說要退休 連李亞和夫人都說要退休 所以現在話事的是梁奶鵬 當然TVB有一班新的老闆即將會上場 令到TVB旗下很多人現在都開始打算過檔 亦有很多人去了黃維基 令到TVB罵花彈和小生芳 就是因為這樣 很多二、三線的花彈就可以趁這個機會馬上位 今年TVB就說要力捧李思韻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他播放的電視劇集《玩樂無窮》 結局有38點 TVB的高層就相信他已經入屋 所以今年就打算力捧他 不過力捧他都要有代價 這個代價當然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娛樂CSI 李思韻其實已經加入了TVB 整百年這麼多了 相信大家一定有看過他拍的電視劇集 其實這麼多年來 李思韻已經非常之努力了 但依然都是做到二線的女主角 每個人都覺得他其實應該很有潛質可以上到一線 但由於TVB其實一線的花彈有很多 所以等了這麼多年都沒什麼機會 不過機會終於來了 由於有很多的花彈已經相繼離開TVB 那TVB方面也都要找些人去承接一下 剛剛播放完的電視劇集《玩樂無窮》 就是李思韻和胡幸兒所合作的 非常之多人就欣賞這套電視劇集 個個都掉了眼鏡 想不到這套電視劇集在大結局編 竟然有38點的收視 TVB的駱小姐相信李思韻已經成功入屋了 剛剛現在就不夠花彈用 是時候就捧李思韻上一線了 所以接下來立即就推出李思韻和鄭家穎 所合作的電視劇集《拳王》就會出街了 大家都知道李思韻現在想力捧他 當然要很多的時間就留在TVB那裡拍劇 接下來3月TVB又會派一套電視劇集 給李思韻所拍 其實李思韻已經等了這麼多年 覺得今次終於有機會 其實他自己都非常之開心 不過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其實他外面還有一間化妝學校 其實李思韻這間化妝學校 開業大概兩年左右 他投資了大概80萬 除了他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股東 其實這間化妝學校要開業以來 成績的確是不錯的 好到要在這間化妝學校的隔離 再開發營屋 每個月大概有6位數字的收入 簡直就是李思韻的主要收入 所以這間化妝學校搞得這麼好 其實李思韻都很想繼續搞下去的 麻煩就是去年 他有一些股東 就因為牽涉了一些老千的行為 其中一個股東旗下的一間公司 叫做秀新聞法 就被一些顧客去投訴 這件事就港版很多都有報道 由於這間公司就跟李思韻有關係 所以整個個都大大隻字就說李思韻間公司騙錢 所以令到李思韻的形象就是因為這樣令到大塔前後 其實李思韻已經解釋了 這件事他完全是不知情的 雖然是這樣 始終這間公司是有股份的 所以TVB的高層就跟他說 如果你繼續做這間化妝公司的話 你肯不肯定你有一些partner是真的做正當生意呢 他會不會再騙人呢 如果再騙人的話 你的名字就會在這個港版那裡了 就算他們多努力地捧你入屋 到最後你的形象都是救不到的 所以TVB的高層就下令李思韻一定要暫停他在化妝學校的工作 李思韻想了很久 所以他現在就決定撤離這間化妝學校 將他四成的股份賣給他的拍檔 現在收了過百萬之後 他真的決定跟這間化妝學校分手 其實李思韻本身真的有點不捨得 因為這間化妝學校由零到現在都是他一手一腳 不過他之前那間公司就說騙人 他跟一些partner關係已經差了很多 所有記者就見到他在二月尾的時候 已經回公司那裡收拾所有的私人物品了 3月開始他就不會再回這間化妝公司 而記者問到他關於這件事 他說關於公司的東西他也不會再回應了 看來今次李思韻都決定離開這間化妝公司 聽TVB的高層話專心地拍劇 希望自己可以再有機會成為一線 說到這麼久 是時候的八進公投